今天是6月14号星期三 我是波斯顿网站设计师凡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想和大家一起聊一下关于one page website 就是说在我们做网站的时候呢 有时候你看到的网站看上去好像有很多页 但实际呢它总的来说呢只有一页 我今天呢想用一个具体的例子向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one page website 而且就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用one page website 这是现在大家看到是在我网上的一个 就是说我做过的一个网站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网站好不好 OK这个呢就是这个网站现在的一个样子 那这是我的一个客户 他是一个一个年轻的一个IT工程师 那因为他本身有全职工作 但是他跟他的几个这个朋友呢 想就是说在业余的时间呢 看看能不能自己呢去开始一些 就是说做一些工作为以后的公司 自己出来做公司做打算 所以呢就是说他给了我基本非常简单的信息 就是一页这个一页介绍 大概就是说只有几百个字这个样子呢 现在大家看到呢就是说 是非常少的信息 这就是他大概给我的东西 那只有一个段落这样的 就是这个段落是他给我的东西 那希望他他希望用这个呢做一个网站 那我当时根据这个状况呢 因为你在这个网站没有很多信息的时候呢 你如果做出来的网站很单薄的话呢 那给别人的印象是不好的 那大家会觉得这个公司很小 很难信任 所以呢在信息很少的状况下 又想做出一个看上去信息丰富的网站呢 这时候呢就是说这合适就用one page website 那这个呢现在大家看到 这个就是用wordpress做的一个one page website 那是这样大家看到好像我们有三个页面是吧 那有一个home page services and request.code 然后这样呢如果就是说你点home page的话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home page 就长这个样子是不是 然后呢如果你点这个services的时候呢 你看到它的页面呢是向下跳 并没有走到一个新的页面上 所以呢实际的大家如果看呢 它实际还是在主页上 然后呢同理呢你如果点这个request code呢 它也是页面往下走 所以大家看到我至始至终呢都是在主页上 只是点manual的不同这个不同的manual 它跳到这个你页面的不同位置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one page website 这个one page website优点的就是在你刚起步 并没有很多信息的情况下呢 然后可以让你的网站看上去非常的丰富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rich information website 因为当你的网站显示有很丰富的信息的时候 然后大家呢就是说主观的感觉呢 这是一个时间很长经验丰富 然后非常好的公司 它会给你首先建立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 所以信息丰富是非常必要的 那在没有很多信息的情况下呢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one page website 看上去也不错 看上去好像也有很多信息的样子 那实际上只有一页是吧 而且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狼home page 也非常容易设计 看上去就是说可以做一些这个设计出来 不至于太单薄 那这个呢就是说是one page website的优点 那one page website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缺点 那就是说呢它的SEO不会做到很好 为什么呢 就因为之前我们有讲过 就是说当我们做SEO的时候 这个关键词是per page 就是说你有多少页 就说明你有多少关键词 因为现在以Google的这个技术来说呢 就是说每页只能去优化一个关键词 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one page website 它既然只有一页 那也就说明我们只能优化一个关键词 那也就仅此而已了 所以对这个SEO是非常不友好的 那如果你要是想做很好的SEO的话 你还是要分开页面去做 所以那就是说我建议呢 就是说大家在初期的时候 就是只是想test what 然后就是说试一下 或者说只是想有一个 就是说大概的landing page 并不是非常的serious 就是非常认真 就是并不是没有很大精力 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那这个one page website 这是OK的 这看上去不错 一旦就是说您决定 就是说要去做这个事情 要把这个网站壮大 把您的这个公司生意壮大的话 那可能就要在这个机床 去多加页面 然后把这个关键词建立起来 把你的内容丰富起来 那并不需要打破这个网站 重新来做 只要在这个机床上去增加就OK了 因为这个one page website 在公司的初期是一个OK的选择 然后在你壮大之后呢 可以在这个基础上build up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很坏的选择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one page website 所以呢如果就是说 您也有这个类似的这个想法 想快一点就是说 我有一个域名 我有一个hosting 那我能不能快速有一个网站呢 yes you can 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如果就是说您说 如何建立这个one page website呢 那我们公司呢有很多模板 那我想现在想让大家 就如何快速去建立这个 one page website 如果您去我的公司去这个demo 你看到这个menu这边有个demo 如果去点击这个demo 您会看到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模板 然后这些模板有很多呢 也是one page website 那现在大家看到呢 就是说我们公司有很多模板 那这些模板都非常适合做one page website 所以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可以就一个个点击进去看一下 有没有适合您的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的话 随时欢迎来信资讯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这些模板呢都非常容易设立 您只要需要买一个我们公司的hosting 也就是这个package 是这个29块99一个月 然后您就可以选任何模板 或者换 或者随时都可以换您喜欢的模板 那我们就可以帮您设置好 您就可以迅速建立一个网站 那好吧 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聊这些 如果有问题的话 欢迎留言 那祝您晚安 好拜拜